曾梦想当总统的他 不在意形象的偶像 大辣辣形象知名的主演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从偶像团体成功转型为演员的 惠丽 1994年6月9日出生于金基道 从小他就很活泼 领导力也很强 不管做什么都喜欢跑第一 课堂上老师提问 也会勇于举手发言 因此也经常当选班长 国小甚至还当选了学生会长 小时候的梦想是要当总统 他表示 回想起小时候的梦想 似乎是因为自己喜欢在大家面前表现 总统也需要在民众面前做事 因此才会想当总统 长大一点后 他也曾想从事主播 空服员 国语老师等等的职业 国语时他转到首尔 并加入热舞社 也很喜欢听各种类型的音乐 这时他的梦想就变成想成为歌手 但当时他觉得自己只是乱想 并没有勇气去实践 再这样下去 连课业都顾不好怎么办 为此感到害怕 也无法为自己的未来下定决心 之后他参加了 May Queen选拔大赛 这是由大型演艺学院举办的比赛 会有拍摄项目 舞蹈 歌唱等项目来评价 而他就在大赛中获奖 并被经纪公司向众 和公司签约时 要加入的团体 Girl's Day 已经发行歌曲在活动中 所以要决定加入团体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而且当时Girl's Day 还因为出道曲 引起了些争议 所以一开始 妈妈还很反对他加入 不过后来 他看了他们出道前 在宏大街头表演的影片 便决定要加入他们 于是惠丽就从 Girl's Day第二张单曲开始活动 一开始团体知名度并不高 也没有什么人气 之后以可爱有活力的歌曲 稍稍打开知名度后 2012年开始也转型为小女人形象 之后人气渐渐上升 2014年靠歌曲 Something和Darling 获得了多次依偎 人气也达到顶峰 成为一线女团 2017年所有团员都续约 成为少数打破七年魔咒的女团 但因为之后活动太少 成员们也纷纷在 2019年和新的公司签约 虽然团体不解散 但成员都各自在不同公司 要看到合体的机会渺茫 在团体以可爱形象活动时 她在建立自己的形象上 感到有些辛苦 因为她的长相和性格 都不是可爱型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也是大剌剌的开朗少女 笑的时候不会用手遮住嘴巴 而是不顾形象的大笑 从出道开始 她就参加许多综艺节目 并在节目中散发自己的魅力 特别是在2014年综艺 《真正的男人》 《女军特辑》中 在入伍前她就表示 怎样训练都行 只要让她戴妆就好 从第一集就展现了十足的综艺感 在节目中十分活跃 还创下了当时节目的最高收视记录 节目中自然不做作的形象 让观众都对她感官 她的特长是暴风式西食 不过形象张大嘴吃东西的样貌 让观众印象深刻之外 最后跟长官道别时 不经意做出的撒娇反应 让所有人都融化 就连平常不苟言笑的长官 都忍不住露出难得的笑容 该片段被做成动图和精华影片 广泛流传 每篇文章的留言都说她像小孩一样 好可爱等等 不到一天相关检索词 像惠丽 惠丽真正的男人 惠丽撒娇等等 都登上热搜上位圈 跟女团在舞台上刻意装可爱 或做粉丝服务的撒娇不同 她是在面对离别不舍 哭到忍不住自己 也不自觉流出自然的反应 因此才会获得如此爆发性的人气 她还因此被称作是国民撒娇女 获得爆发性人气后 广告代言机会也纷纷找上门 代言身价也瞬间上升不少 短期内就成为新的代言女王 广告中的表现又再次造成新话题 除了广告之外 其他综艺邀约也不断 也就这样晋升为大事明星的行列 从出道开始 她也同时进行戏剧活动 原本只担任客串或配角的她 在真正的男人女军特辑之后 也让她有机会晋升为女主角 2014年末在电视剧《善演女高侦探团》中 首次担任主演之一 而在出演本剧时 同时间还在另一部电视剧中担任配角 造成了些争议 而那就是电视剧《海德·哲基尔与我》 剧中饰演单恋悬兵的大学生 虽然两部剧都没有获得亮眼收视 但她从刚出道就表示悬兵是自己的偶像 兼力向心 就算电视剧失败了 但她最新成功了 2015年她出演了人气爆棚的 《请回答》系列第二部电视剧《请回答1988》 剧中饰演陈德善 是个不擅长学习的活泼少女 导演和编剧表示 他们是看了惠丽在真正的男人女军特辑中的表现 才创造出陈德善这个角色 之后才选她为女主角的 在宣布惠丽是《请回答》系列第二部作品的女主角时 大众都对于偶像来演戏 发出许多质疑和不看好的声音 不过她在剧中表现自然不做作 有许多不计形象的场面 让许多观众难以相信她是偶像出身 自然的演技也获得许多观众的喜爱 也收回过去对偶像的偏见转为赞赏 本剧还创下当时TVN的《收视新记录》 虽然过去也有过一些演戏经验 但并不是太多 而以演员身份来说 这可以说是她新的开始 高人气 高收视 再加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也让本剧成为她的代表作 从综艺的人气爆发到电视剧大获成功 而原本就身为偶像 日程非常忙碌的她 也因此累到身体出状况 罹患脑膜炎而入院治疗 好在经过治疗和休养后痊愈 之后她搭档池晨出演电视剧《青春练习曲》 剧中饰演为了弟弟的幸福 而努力热血奋斗的打工达人 虽然电视剧完成度高 但没能引起话题热度 收视表现也稍显可惜 2017年她首次出演长篇电影《无怪》 片中饰演金明明的女儿 故事取自朝鲜王族史录中 关于怪物的记载 是结合怪奇的历史剧 再加上是她的电影出到作 因此未上映前就十分受到瞩目 不过上映后却有部分的演技争议 除了演技争议之外 其实本片有许多问题点 就算是有实力派演员金明明出演 也无法提振票房 童年电视剧《我的神鬼搭档》 剧中饰演为了独家新闻 不断努力的社会新闻记者 为了要诠释记者的角色 演出之前她就下了许多功夫 播出后许多观众都表示 她的发音非常标准 让人看到她的用心 收到了许多赞赏 2019年出演电视剧《青日电子李小姐》 讲述了为了振兴陷入危机的公司 而和乌合之众的职员们 国军奋战并一起成长的故事 剧中饰演末端经历 突然变成代表李氏 将带领公司度过危机的李善星 播出后许多观众都表示 陈德善又回来了 虽然这个评价对惠丽来说 有好有坏 不过总体来说 这个角色非常适合她 而不管是在中小企业工作的观众 还是在大企业上班的观众 都对逼真现实的剧情表示有同感 但因为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 山茶花开时太有人气 因此没能获得太多的关注 最近在热播中的电视剧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中》 搭档张基隆 饰演母胎单身的大学生 改编自网路漫画 心惊胆战的童居 讲述女大学生李潭 偶然吞下了九百多年的九尾狐 生羽如的狐竹 双方为了恢复原先状态 不得不开始同居而展开的故事 原作在网上有9.9的高分 也是网友们敲碗电视剧画的网漫之一 喜欢漫改剧的粉丝一定要看 而她有出演2021下半年即将上档的电视剧 《花开时响乐》 搭档于成豪 编又席 康美娜 讲述朝鲜禁酒令时期 四个月线的青年人的友情和爱情 以及成长的故事 目前上档日期未定 有兴趣的粉丝尽情期待 2017年惠莉被爆出和同事 请回答1988同剧演员的柳俊烈 热恋的消息 双方很快就承认了恋情 当时引起不小的话题 两人爱的低调 中途也传出分手消息 但被柳俊烈正面否认 目前也是稳定交往中 而惠莉为了宣传新剧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在Instagram上传和张基隆的亲密合照 网友们纷纷为柳俊烈哭哭 并要她千万不要看 而过去在固定出演的节目 惊人的星期六中有过些许争议 在节目中突然公开 宣传妹妹的网拍电名称 播出后被网友炮轰 她也马上道歉 表示自己不够慎重 未来会更谨言慎行 不过有网友质疑 节目组为何不剪掉片段 除此之外 她几乎没有太多争议 自然不做作又正向的她 依旧获得许多粉丝的支持与喜爱 未来期待她也可以有更活跃的发展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自由奔放的惠丽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